近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团队 从江西九江五宁地区 4.38亿年前 智流剂早期地层中 发现了真窥甲鱼类新属种化石 并将其命名为九江江下鱼 这对于深入理解 智流剂早期窥甲鱼类的辐射演化 及生物谷地里具有重要意义